我們要來開始撰寫關VBA部分 那VBA大概我們這邊總共會有五個按鈕 就今天要做的啦 那第一個可能我們需要做的效果 剛剛有講過就是列出前七名 不過在列出前七名之前 可能另外還有另外一種做法就是說 如果我希望我不要列出來 我只是希望說只要這個是第七 就是說呢它一到七名 就幫我把前面這個數字的底色 換成黃色底色有點像這樣 我就把它標註一下 這個是然後這個也是把它換成黃色的 然後這個也是 不過你如果用眼睛看的話 每個這樣慢慢標註 其實很花眼力啦 而且很容易做錯 那我發現其實職場上還是有很多人 就是用這種方式在做事 當然很容易就造成就是說 當然你一定效率不好 而且很容易做錯 比如說你給老闆 老闆說奇怪怎麼 是做出來了可是怎麼這麼慢啊 要不然的話怎麼做錯了 OK啊 所以有沒有什麼比較快的方法 當然有啊 第一個啊 如果說我今天希望做出一個按鈕 就是自動幫我格式化 要該怎麼寫 那不過自動格式化 當然你也可以用E-Sale裡面的功能啊 不過我是建議你乾脆就寫VBA算了 那怎麼寫 第一個開發人員 點開來之後Visual Basic 那一樣以前我們寫過 第一件事情一樣呢 請你在這邊按右鍵先插入一個什麼 插入一個模組 反正寫VBA之前一定要先插入模組 然後第二件事情的話 插入一個程序 程序名稱也許叫什麼 我希望做格式化 OK那格式化就是把 只要是那個 它的名次是小於等於7的 幫我做什麼呢 做 加個底色好了 底色變黃色好了 OK 加個名稱叫格式化 對一個什麼呢 對一個SUG 按確定 然後姿態小 先工具選項 把那個字稍微放大一下 把它放到12號字吧 OK 接下來的話呢 如果我要做出像剛剛這樣的效果的話 第一個 我們應該的邏輯 幫我把這邊裡面的 排名有沒有 只要是小於等於7的 就把它同一列的 A藍的底色改成黃色 誒程式該如何寫 其實程式只要 應該五行就解決了 第一兩行是迴旋 兩行是邏輯 一行是做底色 那寫的方法 我寫給各位看 其實前面都有寫過啦 所以你慢慢要熟悉 4i等於第幾列呢 我要找的資料從第二列到第43 因為它42個號碼 加一個欄位就剛好43列 NAS OK 範圍先決定 我要找的範圍跟他講 從第二列到43 然後接下來做什麼 邏輯判斷 如果 如果什麼呢 如果這個儲存格裡面的資料 這個儲存格就Sales 哪一列呢 第i列 因為它先抓2 抓3 一直到抓43 逗點到哪一欄 哪一欄 有沒有 其實實際上就是抓 這個26先來這邊判斷 判斷是不是小於等於7 有沒有 如果小於等於7 然後 然後做什麼呢 Enter兩下 打一個End if 那有if就End if啦 反正這個是開頭 這個是結尾 然後Fall的話 這個開頭 這個結尾 Sub也是開頭結尾 所以你會發現它都是一個結構 結構化的一個形態 OK 然後按個TAB TAB就是說 如果它裡面哦 符合這個條件的 那做什麼 幫我把它的同一列的A欄 的底色 所以同一列的A欄怎麼改 其實把這個 同一列的A欄 把這個複製過來 同一列的A欄就這樣敘述 同一列的A欄 的底色 底色應該還有記得吧 底色嘛 就是Interial Color 所以打一個Interial 不利用 這個可能要稍微記一下 還有影響嘛 的顏色 就點什麼 點Color 等於什麼呢 黃色 黃色還記得吧 RGB嘛 就是把紅色加綠色 紅色是 R嘛對不對 R就最多255 然後綠色的話也是255 那沒有藍色 0 後瓜糊 好 程式寫完了 這樣子呢 你如果把它跑完之後 它的所有的什麼呢 只要是小於等於7的 那個底色就幫你加了 所以我把這個程式執行一下 執行完之後看一下 有沒有 12 21 33 34 有沒有 39 全部ok 那再來幫我寫一個復原 那復原的話就是什麼呢 格式化把它清除 所以格式化怎麼再清除回來 看一下 我雲端上面是清除格式化 那怎麼把格式化清除 一樣把這一段程式複製 然後前面加兩個字好了 叫清除格式化 清除還記得吧 我們記得我前面有 好像這沒講過 清除的話呢 這特別是interior color 就底色 把它恢復的話呢 記得哦 它的顏色變成沒有 沒有的話記得哦 就是沒有的ex 在excel裡面excel excel 然後開頭 沒有就num excel num就ok了 好 沒有顏色就是excel num 沒有顏色 我們試一下把它清除一下 格式化清除 執行 所以複製過來 只要改這個地方 有原來顏色的黃色 變成沒有顏色 執行看看 看一下 有沒有 12又恢復了 這個顏色都拿掉了 OK 所以格式化 全部ok了 然後清除 最後當然呢 你可以在這個地方 再插入兩個按鈕 一個按鈕是什麼 就是格式化 那一個就是格式化清除 這個按鈕我用複製好了 複製貼上 這樣大小會一樣 按右鍵 重新指定格式化 清楚格式化 那這樣的話呢 好處就是說 你按一下它 它就幫你格式化 按一下它 又把它清除掉了 不過當然呢 如果格式化 其實已經夠 夠方便了啦 只是說呢 這樣做還是一個缺點 就是說你變成 如果你資料很多的時候 你變成還是要一個一個 慢慢往下拉 一個慢慢往下看 那其實當然 好處是你可以看到全貌 但是缺點就是 你變成你要一個一個看 所以最好的方式 待會我們要把它改一下 改成什麼 我就不要塗顏色了 我乾脆就把那個12 搬到那邊去 搬到哪裡呢 搬到F藍的這個前七名的下方 就是把黃色的這些呢 12號放這裡 21號呢放下一個 那再放下一個 逐一的放 那該怎麼做 所以請各位先試一下 格式化 清楚格式化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程式其實只有五行 並不複雜 那有一些細節 如果你實在記不起來 你可以參考雲端白板上面 我有把那個 就是格式化這一段 但是格式化這一段 有加字型 字的顏色 這個字顏色不加也沒有關係 就是Intel Color這一行就可以了 所以基本上程式呢 只有五行而已 回圈寫過 邏輯也寫過 再來就是底色加一下 並且把它清除 OK 然後格式化 格式化清楚是在第五頁 試一下這部分